We want freedom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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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据英国BBC消息 澳大利亚、悉尼、墨尔本等多个城市 当地时间24日爆发游行 反对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实施的严格限制 据报道介绍 数千名悉尼市民走上街头 他们在市中心游行时高呼自由 一些人手举标语牌 上面写着摘下口罩提高嗓门 和醒醒澳大利亚 有抗议者封锁道路聚集在悉尼市政厅外 还有人向警方投掷瓶子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57人 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也出现了示威活动 报道提到 澳大利亚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仍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只有不到14%的人接种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 澳大利亚封锁范围进一步扩大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政府 本月20号宣布封城举措 以遏制新冠变异病毒德塔尔毒株传播 德多利亚州同日决定封城延长一周 澳大利亚人口第一大州 西南威尔士州23号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西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 6月16号发现本轮疫情首个病例 6月26号开始封城 之后多次延长 最新解封时间定在本月30号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期25号70 澳大利亚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32594例 死亡病例为916例